未成年封整形 比立法禁止 如果卫生署决定说 限制说18岁前不准整形 你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个人的看法是16岁 就是16岁算半成年吧 自己如果OK的话 我觉得家长同意的 双方同意下 我觉得是可以啦 立委昨天在立法院质询 质疑有家长 但年仅13岁的少女受年 龙斌 要求卫生署仿效奥地利 限制未成年人 进行侵入性整形手术 今年18岁的杰勒汉 一年多前就进行了割双眼皮 和龙斌手术 我觉得这10万块就是 让我变得比较自信 比较有信心 对 就是让我不会 再那么地自卑 她说会整形 是之前因为外形差 会同侪霸凌 但也建议时 12岁就想整形的网友 别急于一时 16岁以下的话 我就觉得不太OK 对 因为觉得年纪太小 然后深层 就是可能未来的还会再涨 卫生署表示 近期将开会检到 禁止未成年进行 龙乳 抽脂 肖骨等高风险侵入性手术 最快下半年实施 若医师违法施作 最高可罢50万元 最重可退止医师证书 医界表示 近两年未成年个案增加近两成 以割双眼皮和龙鼻最多 提醒民众 过早进行侵入性整形手术 恐会压抑乳腺 鼻梁发育 动物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